咱们刚刚把这个数据的这个完整性约束和类型说完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用了 Navikit创建数据库 创建数据表操作数据表里面的数据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带着咱们大家是不是已经做过了吧 那么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用命令的这种版本来进行操作 同学们切记 咱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你要明白一点 你多努力一点 把色口语句多学一点 多记一点 你将来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的印象就越深刻 实际开发有可能不会真正的让你重新写上来色口语句 但是呢将来你得知道怎么写就行了 听懂了吧 有可能让你写 也有可能不让你写 这时候要看你真正的工作要去怎么做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 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就有命令行的模式 以客户的那个方式 咱去验证 咱们去操作咱们的数据库 这才是重头戏 这才是重头戏 好了 那么操作命令行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是不是接下来咱们 首先通过这个东西 是不是要登录咱们的服务器了吧 那么同学们 这个位置 我把这个框放的稍微大一点 放的稍微大点 就放到这了 我呢回到我的这个加募录 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打开这个终端 然后接下来敲上my circle 我接下来u-u 然后呢root-p 我交给大家 这就叫是不是登录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给之前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课堂的笔记 课堂的笔记 我说过了在合适的地方 我会给你写的 需要你自己整理的 你当然是自己整理的 那么这个课堂笔记里边 是写了下什么东西的 这个课堂笔记 首先第一点 它的这个后缀 叫SQL 叫什么什么什么的SQL SQL呢 它是这里边可以写 可以写SQL语句的 可以写SQL语句 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文件 当作SQL语句的一个备份 去执行的 要SQL 这个后缀 要注意了 SQL 那么在这里边的 一两个杠 开头的 这叫注射 听懂了吗 这就相当于 你小Python代码 差不多一个意思 这叫注射 那么接下来呢 这就有这么多 我给大家演示演示 有很多 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 真正的重点了 首先第一个 链接数据库 怎么链接呢 MySQL-U root-P 其实这就是链接了 好了 走 大家没发现 它立马让我 enter password 是不是让我输密码 MySQL 回车 你刚刚说的这个MySQL 看不见 你说的任何东西 看不见 你只要回车就行了 说成功就行了 大家没发现 是不是咱们看到这个东西 那么咱就进入到 这个客户单 命令自服的这个客户单 这是一种方式 怎么推呢 Exit推出来 好了 再来一遍 你如果是-P 后面没有写东西 那么你第一次的时候 他会问你要密码 如果你要是-P 后面直接跟上密码 那么我就直接进来了 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那么推出的第二种方式 quite 直接退 也退了 说了个 白 是吧 白白 就退了吧 那么我再来一次 直接链上 Ctrl-D Ctrl-D 是不是也白了吧 Ctrl-D也可以 好了 链接数据库 怎么链接 有进种方式 MySQL 然后U Root 然后-P 然后这是一种 是吧 这是一种 然后我接下来 MySQL 然后-U Root 然后-P 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紧接着写上密码 那么这种方式 接下来说写密码 这种方式不需要写密码了吧 那么退出 对说 Exit可以退 是吧 quite可以退 还有什么 C-T-I-L 加上 D 是不是也可以退 这三种方式都可以让你的这个客户端结束 让你客户端结束 好了 链接没问题了 对吧 同学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进入到一个环节 你刚刚不是把数据这个类型以及约束都讲了吗 请问同学 我就是想用这个黑框来去操作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呢 你想要操作 是否也就意味着你先有表 在你创建表的时候规定 它是什么类型 它是什么约束 请问是这个道理了吧 想要有表的前提是什么 先创建数据库 那我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哪些数据库呢 已经登录成功 我怎么知道有哪些了 我交给大家一个命令 So Databases 分号 回车 接下来你看见的东西 一般呢 以后咱们查出来数据啊 就这样了 这个 它告诉你 你查出来信息的标题是什么 接下来的这些 你查出来了多少行 就意味着查出了多少个数据 听懂意思了吧 比方说这是数据库 有哪一些呢 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 一共有多少个呢 看这 就Ross表达九行 一共有九个数据库 一共有九个数据库 咱们原来创建这个 咱们那会用图形化 是不是在这了吧 数 Databases 分号 能够显示当前所有的数据库 但是有人说 东哥我刚刚敲了个数 坏了 我按了一个回车 完了 我推不了了 你们发现 是不是推不了了 注意听听听听们 不要紧张 紧接着写 Database 回车 回车 听到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吗 如果我敲了这个命令 Databases B-E-S-E-S 我敲完了 但是我忘了敲分号 回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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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直不结束 加上一个分号就可以了 它立马自行 听懂了吗 那有可能我本来写一号 我写上了多少数 你看 Data Basis 我写上了很多号 很多很多很多号 你看我再加分号 它因为发现是不是也可以自行了 所以说这个Sircle语句 在这个课端里边 你是连在一起写 还是分开写 是不是情侶同学们 是不是没有任何影响 而且还有个特点 在这里边区分大消息 你看 Sircle Data Basis 同样怎么样 没有问题吧 但是对于咱们现在正在学习 你写小写能认识 但是你写大写 你觉得认识不了 你说Sircle语吧 你得去分词 这表示啥意思 你得分词 这是什么 咱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可以按照小写这么来写 但是咱们真正在去开发的时候 往往就是按照大写来写 听懂我意思了吧 把那个字那么大写 一转换写 既是大小写通用 你每次在看的时候 大写这么不方便 小写更好看 好了 大消息也不去分 而且我刚刚说过了 敲命令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直接分成多少行敲 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Sircle语句了 好了 尝看所有的数据库 用的是什么了 来回忆一下 用的是什么 S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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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Basis 是不是有个S啊 注意了 这个地方加个S 听懂意思了吗 那么 查看所有的数据库 那么还有什么命令呢 我怎么知道当前数据库的时间呢 显示一下时间 那么显示一下时间 用的是 Select None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 是不是有当前的一个数据库的时间了吗 这就是显示的这个时间的结果是多少 Select None 显示当前数据库的时间 来把它写上 Select None 注意了 你们发现这哥们像什么 像什么 像函数 没错 数据库支持函数 后面再说 简单言之后 这个地方Select None 是不是显示了当前数据库的时间呀 那我咋知道当前数据库的版本了 好像没有说过 Select Warsen 是不是也是带着这个分号了吧 注意了 Sircle 语句 结尾都有分号 听清楚了吧 你加上分号 它还会直向 Select Warsen 显示当前的版本 来试一下 Select Warsen 大家看 是不是当前这个版本信息 是不是就出来了吧 好了 这几个命令 这个了解 注意了 我刚刚讲了这几个 Sew Databases 这个比较重要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我已经看了一下 我这些数据库了 有多少 那同学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是先去创建一个数据库了吧 好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 把数据库的操作 咱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进话 数据库的操作 第一个 怎么创建 是吧 怎么删除 这些东西呢 就是数据库 创建一个数据库的方式 Create Database Create database 创建一个数据库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数据库的名字 就个例子呢 我接下来想要创建一个Python 然后4 我看看咱们聪明了吗 咱们看有没有啊 So Databases 我为什么要看聪明啊 如果数据库要是存在了我能创建成功吗 那肯定不能啊 咱们原来用图形化界面 Navigate的创建是Python-0次 但咱们现在的话 只要创建一个不带-0次的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解了呀 那Python-0次不就完了吗 数据库的名字写上 接下来 你就可以直接加上分号了 那么这么做 会有个什么特点 我们看着啊 Create database 注意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加S 你听清楚了吗 什么时候加S了 这个地方 SoDatabases加S 你创建的时候不要加S了 只有一个Database 那么创建什么呢 Python-0次 分号 回车 如果要是出现Turing OK 这就相当于咱们刚刚这句话 执行成功 听到我意思了吧 一行已经生效了 你此时SoDatabases 那你说 我每一次我都得手动写吧 它不自动不全 那你可以用的是上下键去翻 你听到了吗 翻翻翻翻翻 你没发现 我翻到这个吧 作为咱们刚开始学习射口语句的同学 我不建议你翻 对吧 你受得的辈子都不会写 你翻什么翻 手动写 回车 打开 是不是有建立了一个吧 到现在为止 我这个数据库就建立完成了 你没发现 原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是不是就用这个非常简单的射口语句呀 这就是射口语句了 那会咱们用图形化界面创建的时候 大家是发有印象 咱们给他指定了一个东西叫做UTF8呀 你创建这个数据库 是否是UTF8创建的呢 那我咋知道这个数据库 你是这么创建的吗 切记 一个地方 一条新的语句 如果你要想查看 你刚刚的这个数据库 创建完之后是怎么创建的 或者说 显示的 显示一个方式告诉你这个数据库 如果他创建一遍的话 他会怎么创 看一下啊 so create database 把你刚刚写的这个04写它 那么这句话能干什么呢 你刚刚不是创建这个数据库吗 我显示显示这句数据库这句话 到底是怎么创建的 把这句话执行一下 看啊 so create create database 然后写什么呢 py304 回车 回车 看下是什么东西啊 看 py304 这是数据库的名字 py304 create database 就是你怎么创建啊 create database 是不是创建这个 根本是怎么创建的 你注意看最后边 default x corrector 这个东西 你没发现 这个地方有个叫set 后面有个东西叫做拉丁啊 这个叫做拉丁 什么意思呢 创建一个数据库的时候 如果不指定编码 那默认呢 用的是拉丁文 用的是拉丁 就是什么美国的附近的 是吧 那么咱们想要给它 给成中文 那么一般会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在去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你就指定编码就可以了 create database 然后呢 写上python 比方是04 new 写上charset 等于utf8 不是-8 听清楚了 我再说一遍 不是-8 你写的-8就不对 听懂我意思了吧 -8就不对 utf8 你把这个哥们放进去之后 咱们简单区别一下 create database python python 04 new charset 然后等于谁呢 咱们刚刚说的 charset等于谁 utf8 是怎么写的吧 成功 来 咱们 把刚刚这条语句 咱们sue一下的 sue一下的 请问我sue一下的时候 我这么多 看看行不行 如果要是出现了error 恭喜大家 你的语句不对 只要出现error 你的语句不对 看后面的提醒 优汉 你有一个错误 在你的色靠的语法当中 请检查文档 说明文档 去修正你的色靠 这个什么版本 去修正你的东西 在哪呢 在 你是不是附近啊 在这附近错了 为什么我刚刚调用了这个sue 这个可以 但为什么我再调用这个sue 就不行了呢 sue的时候是只能写上你这个数据库的名字去 不要再写这个sht 天东一天了吧 仅仅是告诉你这个创建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都大家看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utf8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指定了编码 是用了谁啊 utf8 没有指定 是用默认拉丁啊 拉丁就导致了你存储中文有问题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 咱们以后创建数据库切记 创建utf8编码了 能理解了吗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个问题 这个恶心的这个 已经创建了一个python04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我怎么把它删除呢 创建数据库用create database 删除数据库 同样也很简单 用drop database 来删除数据库啊 drop就是丢弃吧 database 你丢谁啊 python04 好了 把这个语法同样 drop database 你丢谁呢 python04 321 走 成功 删了 我怎么验证已经删除了 数什么 databases 走 大家看 python04被我删了 是不是还剩了这个new啊 来我把这个也删了 怎么删 把这个删了怎么删 drop 然后database 然后python-04 删除 他为什么不让删呢 如果 大家有没有发现特点 但这个地方起着这个名字 他把杠0-04 是不是理解为特殊含语了吧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 咱们可以撕下这个东西 撕下这个东西 诶 大家看 是不是又火死了 我那天呢 这是啥呀 不是逗号 不是分号 不是双引号 是table件上面那个品 听懂了吗 table件 一左边 table件上面 是不是有个品 数一下那个品 这个品 就相当于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整体 而不是分开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刚他把python-04 把-04 是不是给他分开 里面是另外一部分数据了吧 所以说他挂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加上一个品 就解决这个问题 OK 咱们说 databases 来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会怎么的 那个不过散了 是不是只有一个了吧 好了 那就只剩了这一个数据库了 只剩了这一个数据库了 那么咱们没错 创建数据库 查看创建的方式 以及删除数据库 咱们刚刚是已经做完了吧 接下来给大家三四分钟的时间 你操作操作咱们刚刚这几个社口一句 开始